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下一段频道 然后呢这就又到了一个月一次的这个文具订阅和开箱 这个月的还来的不是很晚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吧 这是一个12月的订阅樱 它说是 Konichiwa For those of you that celebrated Thanksgiving I hope you enjoy the time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I cannot believe it is already the last month of 2019 Since releasing our dream box With the watercolors we continue to receive requests For another art themed box So here it is 所以这支应该是跟水彩和什么相关 我看一下 OK 首先这是一个什么 Color Pencil 是一个蓝色跟红色的这个Color Pencil 我没有有卷笔刀位 这里有卷笔刀吗 有耶 它居然还真有卷笔刀位 真的是很 是卷笔刀吗 真的是很人性化 这个卷笔刀还蛮好卷的 应该是国御的 应该是国御的 这个小卷笔刀 蛮小的 OK 这两个颜色都蛮好看的 觉得搭配在一起蛮好看 它不是那种土蓝色 也不是那种土蓝色 就比较氧气的那种 像番茄 然后就像那种深海的那种颜色 它蛮好看的 然后这是一个 然后这是一个毛笔 什么中彩色笔 应该是一个毛笔 我觉得还不便宜呢 OK 这是一个什么笔 brush吗 应该是brush 大家看一下 它是个很神奇的头 它这个就像那个细的那个 小的那种brush 它不像这个笔看着粗 但是它写出来不是很粗的 对 对 可以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5th Art的水材质 是242克每平方米 是这么说的吗 我感觉像可以做那种 可以做明星片的那种 但是我没有这个画画的才艺 多少张啊 还蛮多的呢 30张 OK 这还有一个 这还有一个橡皮 但我不知道这个橡皮特殊在哪 它说是什么 plastic eraser 嗯哼 嗯哼 它也没有解释 它就说 这个er eraser in black 但是这不是black 它说它有 它有 它准备firm this month unboxing video 它说可以看看它的怎么 说的这个怎么用的 就是一个橡皮呗 我觉得我可能没有改到这个橡皮的点 它为什么都擦不掉呢 而且擦了这么多的坑 我觉得擦了这两个怎么怎么就已经少了这么一大个角了呢 不算懂 OK 然后下面是一个水彩盒 之前有过一个水彩盒 还没有 这次的颜色我的天哪 我怎么感觉像打开了那种 就是那个很神奇的颜色那种眼影 他觉得这个颜色一辈子都用不着 这种感觉 名字还蛮好听的 什么若草 真的我很麻 看看 龙的颜色 可是为什么我觉得这跟这上面这几种颜色 不是一样 然后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这个叫什么 仓夫的吗 klaski 这是一个什么 一块布吗 这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块棉布吧我觉得 哦 这手感好好啊 手尖吗 这手感超好的 我觉得拍照啊什么的摆在 我就把它摆在哪拍照应该蛮好看 ok 这就是这个月的盒子 来总结一下我觉得这个月的盒子 可能对我来说我没啥太大用 因为我也不玩画画 尤其是我现在买了那个 这个大的iPad Pro 你看 都用这个可能这个软件 叫那个ProCrate 在画画在什么的 所以就用不着这个 给它打几方的 我觉得这些应该都不便宜 给它打个七分吧 算实用性来的 但诚意是够的 我觉得这个布应该也不便宜 然后这个用得到 这两个其实用不着 这个等那个Christmas 闲一下可能玩一下水彩火什么之类的 对的 然后呢有什么大家 有什么大家可以评价一下 觉得这些哪些觉得好用的 或者你喜欢的 觉得对了 自己来说实用的 这个我寄给你们也不大好寄 因为这是颜料之类的 好像国际有机会也特别好 如果什么时候我有能力 我就把这个画在这个上面 然后呢写有什么来穿过什么的 多明信片给大家 好吧 好的 那这个就是这支视频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 爱你们哦 嬷嬷的 拜拜 爱你哦 嬷嬷的 拜拜 看他这阵子喜欢谁 喜欢谁就是你走哪还有边的 是吗 嗯 不是 Start 在这里 我们会选择